艾琳你变息后会有月经吗 没有 完全没有 爽 一个字就是爽 超级爽 怎么样啊 超爽的啊 真的没有因为药物 在30岁以前 赏命的 完全没有 我在泰国冰箱手术当初的费用是 28万元 诶 我是艾琳一位男校毕业的女生 就学时期的我长这个样子 但经过风风雨雨之后 10年后的我长 这个样子 但这其中不免俗 会有很多的姑姑婆婆阿姨 大婶大姐 非常的好奇 也出于关心我的目的 问我很多的问题 所以今天带来 10个我执行变性手术之后 最常被问到的问题 第10名 你看过丹麦女孩吗 有 我看过两次 而且最扯的是其中一次 就在我在泰国住院的时候 那时候的我刚只喜欢变性手术 我姐也有陪同我一起去 我姐就说 嗯 不然这个机会难得 我们就在医院 看一下丹麦女孩吧 反正我也没看过 那时候我心里想 What the heck 就是 那个花样变得很奇怪 你一个人 刚只喜欢一个变性手术 然后 全身打满石膏 右手打着医疗用马飞 用医院超小的电视 然后看着跨性别电影 丹麦女孩 嗯 护士走过去就觉得 呃 Why you do it 就很怪嘛 不过这确实是我的经历 哈哈 第9名 所以你现在是上男厕还女厕 我现在是上女厕 但是但是 有一阵子 在我头发还没有流长 有打扮也很中性的时候 就那种很可爱的小正太小正太的感觉 那时候的我一直都是上男生厕所的 但是 就会产生一个误会 每当我上完厕所 在镜子前面整理自己头发的时候 路人所俗就 心高惨力在进入厕所时 诶 看到我 啊在镜子前面 他就 诶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按照远路线这样子 退退退退退退回去 看一看那个招牌 再看一看我 再看一看那个牌子 再看一看我 我这样子 重复来回三次 然后我那时候 我在那边也很尬 我只好当好人 出来打圆场 说 没有哪 没有哪 是我是男生哪 这样子 哈哈哈哈哈哈 有很假的笑容这样子 然后大叔就早在那边搭枪 就说 啊 很漂亮啊 哈哈哈哈哈 然后场面就一整个 很尬 哈哈哈 通常上一次厕所 会发生两次 这样子的问题 就大叔进来又出去 重点是重点是 有些大叔还会进行 个人掌谈时间 他开始问说 诶 所以你从小就开始 穿女装吗 還是你爸媽同意嗎 我想說 What the heck 你不要笑想我這屁屁 你是純潔的 18名 所以你是gay嗎 這個問題大概我在高中的時期 一天被問三次都算是很客氣了 音樂課還是說 欸 你是gay嗎 啊數學課這一題 你是gay嗎 每天不論體育課數學課什麼課 都要被問三次 但這一題我超能理解 大家為什麼會一直想問 因為有時候 連我自己媽媽都搞不太清楚 簡單來說 性別不等於性相 所以以我為例 我從男生變性為女生 所以現在的我不是一位女性 也持有女性的法定身份證明 所以 我是一位女性 喜歡男生就是 對 就是普通子女 就沒有什麼特級的稱呼 所以不會是gay 又或者是蕾絲編之類的 名詞 ok Alright 第七名 我覺得你現在很好 這句話是我每次去護正事務所 周圍聽到的問題 這個情境就是 我走上面的櫃台阿姨跟阿姨說 欸 不好意思 我因為畢竟你的關係 所以要看你文件上面的戀根 阿姨猛然一抬頭 蛤 我覺得 其實當女生很好啊 沒有什麼問題 我想突然要變性 呼 我心裡就一整個 百感交集 雖然你知道 這算是一種稱讚 我心裡也很爽 然後偷偷的怯笑 但是我還是很想大聲的 跟那位阿姨說 現在的我是 AFTER 第二名 變性活得跟我30歲嗎 呃 如果你希望我常常去健檢 身體不要出問題的話 我們影片的下方都有 抖內按鈕 歡迎支持抖內愛里 Cocoomacopy 但其實嚴格認真說起來 荷爾蒙確實會對身體產生一些影響 但是 直到目前為止 我從來沒有看過 任何一位怕性別的姐妹 怕性別朋友 沒有活過30歲的 真的沒有因為藥物 在30歲以前 賞命的 完全沒有 好啦 如果 到時候我辦傷禮的時候 再通知大家好不好 就這麼決定了 第五名是 所以你的GG還在嗎 呃 不在 完全不在 而且我也一點都不懷念 變性手術的阻止就是 變更你的性器官 如果你的性器官原本是雞雞 它就會變成 薄薄 所以說 變性手術 到底改變了什麼 如果你千里頭才跑去泰國 然後你要死不活 住院一個月 躺在那邊 跟木男一一樣 然後你的醫生 在你出院的時候跟你說 欸 你的雞雞 很健康 回去好好照顧他們 所以 呃 嗯 是這個樣子吧 所以說我覺得 變性手術應該可以改名叫做 GG消失數 或者是 入我肌神斬之類的 就是大家可能比較好理解的名稱 變性手術對大家來是有點 Tanfuse 第四名是很常被問到的問題就是 變性手術要多少錢 通常我被問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都會先叫對方猜猜看說 你覺得多少錢合理 他們通常都會猜說 嗯 我覺得 100萬吧 或者是 嗯 最少 30萬吧 但是 我在泰國 當變性手術當初的費用是 28萬元 正 啊 這時候他們就會發出火雞的叫聲 啊 欸 天啊怎麼會 想像中的還便宜 太划算了吧 但是我現在又想說 划算個鳥雞蛋啊 你是不是有這個需求嗎 第三名是 變性手術痛嗎 幹 超級爆炸炸炸炸痛 我在執行變性手術之前 其實已經做過三次那種 全身麻醉的手術 但是但是 變性手術仍然是在我心目中 地獄等級的可怕 手術時間高達8個小時 整整兩個月不能走路 身上各種出血 各種七孔流血 瘦了 如果你真的很好奇 就是我動變性手術的這個 甘苦痰 以及刻苦民心的地獄過程的話呢 請參考我的書 我會把它放在資訊欄位 月底線 比起來放 第二名字也很常被問到的是 安妮你變性後 會有月經嗎 沒有 完全沒有 爽 一個字就是爽 超級爽 怎麼樣啊 超爽的啊 也還沒走 但認真說起來其實也沒有多爽 因為你在 之前變性手術之後 會學生到一個特殊工具 Wait 等一下 Wait 噔噔噔噔噔噔噔 醫生會發給你像你這樣子 一個透明黃金的棒子 至於要怎麼保養呢 就是我們書稱擴張運動 其實 跟月經比起來也沒有到方便多少 再來是龍燈派他網 第一名的就是 安妮 變性之後能懷孕嗎 不能 完全不能 完全不能 啊我就沒有子宮了 也沒有卵巢 然後Baby是要住哪裡 你是要住在我的胃壁裡面嗎 胃壁超人嗎 簡單來說就是 變性之後完全無法傳宗接膽 當初我爸也是因為這一點 特地反對我到泰國做變性手術 不過那個就是 另外一個故事了 但是說真的啊 如果以後我跟另一半 想要有北眠的話 我覺得最大的可能性還是靈養吧 但是你可能會說 哎 艾琳你可以做到 勒工受孕啊 代理育膜啊 現在科技很發達啦 但是你要知道 現在的我不只沒有卵子 同時也沒有金子 就是一個無只吸管的概念 你能理解嗎 你就是沒有材料 你兩個就沒有 那你要如何變出那個東西 所以除非未來有種神秘的黑科技 比如說 抽血配對啊 就可以變出小包包之類的 或許 我還有機會 對 那時候我就會好好考 好啦 以上就是 十個我變性之後 最常被問到的問題 喜歡的話呢 幫我 訂閱 按讚 分享 更多我變性之後的日常生活影片 請下我的頻道 我們 下肥見